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咱们来做这一次就忘不了的葱花饼 外酥离软,特别香 不用发面,简单又快速 首先准备300克普通面粉 加入3克盐增加筋性 再分次加入180克,50度左右的温水 搅拌至絮状,再下手揉成稍软的面团 搅拌之后的面团就很容易有光滑了 移到案板上做成苍条 下成8个大小均匀的面剂 再把每个面剂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盖好,饧面半小时 然后准备一碗葱花 加入少许小苏打拌一下 这样葱花在加热之后也不会变色 依然会保持翠绿的颜色 案板上撒一些干面粉防粘 取一个形好的小面团按扁 先擀成圆形 再擀成团形的薄片 大约一元硬币的厚度 薄薄的 然后在表面刷一层有盐黄油 也可以用普通黄油 撒点盐 再没有就用普通油 但是黄油肯定会更香 再撒上葱花 铺均匀 爱吃的可以多撒一点 然后上下对折 围了分层效果好 折完之后要再刷一层油 然后再左右对折 这样一个饼坯就做好了 都做好之后就直接烙 平底锅或是电饼盛开中火预热刷油 放入饼坯 表面再刷一点油锁住水分 转一转让饼受热更均匀 底部烙至金黄后翻面 另一面烙至金黄 再次翻面 另一面烙至金黄 再次翻面 翻面烙至金黄 再次翻面 反复翻烙两次 两面烙至金黄酥脆即可出锅 如果喜欢吃软口的 你就少放点油 翻一次面 烙丧色鼓起来就可以出锅了 不一会儿 巴掌饼就全部都烙好了 看 层次清晰分明 都是小薄层 小葱花还都是翠绿的 每一张饼都有着漂亮的层次 饼内散发出来的热气 相信你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香味 吃起来外酥里软 还筋道 葱香浓郁 还有黄油散发出来的淡淡奶香 味道真是棒极了 这是我吃过最香的一款葱花饼了 如果你也馋了就赶快做起来吧 每时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